哈喽大家好 我是奥威啊 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 计外媒报道就是苹果十三啊 十三polo或者十三polo mass啊 将会起销啊256然后变相声128啊512 一tb他这样子一个升级啊 相对来说一下子 那个价格就提高了128跟512的一个价格一下子提高了 差不多了2000他这样子相对来说 大家认为会不会觉得 256还是最佳选择 但是苹果每一次都是往这样的一个套路 你们想一下就像当时的那个期待 啊期待32然后没有64直接升到128或者苹果叉眼一样64直接升到256没有那个128128取消了 那就是一个变相人的 盈利 大家觉得是不是啊 最好最佳选择的内存啊 他绑得不出 就出那些啊小内存 苹果的一下子那个空间就高了 一下子就真的是变相的一个升级啊 变相的一个盈利 那么对此啊 阿伯自己给大家想了一个方法 其实我们 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埃克漏啊 直接啊 在那边选择一个埃克漏啊 埃克漏一个月的一个月出啊 200G的 我们算下来一年也就是500 那我如果是拿一个128呢 跟一个512的差价就大概2000了 那么我这台机子用一年一年换机 换14那我也是只花了500啊 就不用说一下子啊 花了多花了2000啊 那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啊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说说你的看法啊 对于苹果一个变相的一个盈利 你知不支持啊 如果是作为我 我真的是非常不支持啊 这样子是对一个消费者来说啊 是非常不公平的 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在下方留言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